它會滑,你會這樣 你們有一個美麗的照片 那裡有一個美麗的照片 那是怎樣? 讓我去焦點 我會想要滑 微酸模型第一要素是 比例是一定要正確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欺騙是一開始在玩微酸模型的樂趣 那玩到後來 欺騙倒並不是最重要的 微酸模型裡面 你要去表達其實應該是情感的溫度 看到的第一眼會讓它去回想到什麼 關注到什麼 這是我比較想傳達的概念 從國中我大概就知道未來的方向 應該我會去找美術學校來念 就我在日本 畢竟學的就是畫插畫 那我回台灣主要的工作 也是幫報社、雜誌社畫一些插圖 很小就喜歡對機器的東西產生興趣 我也很喜歡去研究它的一些內部的構造 有一天我看到日本人在玩微酸模型 那時候第一次被騙 當時我一個人真實的畫面 經過朋友說這個是微酸模型 從那個時候 我就對這一塊開始產生濃厚的興趣 我一直會堅持還是喜歡用我自己的材料 因為我自己個人在做垃圾分類 分路非常的細 我會把生活中可能用不到的一些小零件 到處都蒐集起來 那等到我需要做一些物件 但是手工又做不出來的時候 那這樣的物件其實很快就可以 運用到我的場景裡面了 在我們的玩具社團裡面 就是有認知一個非常有禮貌的日本阿伯 阿伯他不僅是鰻魚店的老闆 他同時也是日本數一數二的鐵皮玩具的達人 他寄鐵皮玩具給我的時候 就說你也喜歡這種東西嗎 我說很喜歡啊 結果要寄更多的這種鐵皮玩具給我 我就想如何讓他在心靈上面可以高興快樂 我就要想一個很特別的東西給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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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日本也常去一個阿嬤的爸 一看到這個店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媽媽桑又對我很好 我日文不怎麼會 那她還是跟我聊一些 國人懂的語彙 所以我們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 直到我日本畢業 她也是希望我回國 朝著美術的方面創作 你要成為一個出色的創作者 那一句話也一直都留在我的腦海裡 作品的主題它是必須要獨立性 這樣它才可以當作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我對人的感情其實是珍惜的 當我作為做模型以後 回想到這些人事物 試著把這些利用說故事的方式 慢慢來完成它 很多人也問我說 這個微縮模型到底好不好做 你只要肯花一點心力去做它 不要去管完成度的精緻 我也沒有用特別高難度的技術 其實都是用生活中的一些材料 就是很平常很輕鬆 很快樂的去完成它而已 就把白天工作的時間也挪出來 白天也做晚上也做 所以很多人關心我的眼睛 依我眼睛的狀態 我也不知道這個狀態 能持續多久 如果說它能持續到七十歲八十歲 我肯定會很樂觀地一直創作下去 所以我也只能就是一直做到下為止 其實就是一個了解題